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全飞回来降落 或者是飞到另外一个地方降落 这个感觉 你就会感觉你真的置身在未来 就像在科幻片里 这种感觉已经离我们非常非常近了 这套操控系统是我们专门为184量身定制的 这个操控板这样是控制抚养 这样是控制它很软 可以控制飞机的姿态 角度是来控制它的自转 这个推拉杆是可以控制它的升高和降低的 高度1.9米 电量73% 速律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特别轻松 而且特别稳定 它特别好飞 它的操控系统是现在 所有载人飞机的最先进的一个 我飞过那么多直升机 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精准 飞机里头各个部件的备份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种东西光靠胆量是不行的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 也基本上没有去真正坐进去飞 我觉得要让它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稳定 然后后来大家都看到我的这种飞行 还有我们这种暴力测试 各种测试这种经历过来以后 他们自己都觉得 这184太成熟了 184真的很成熟了 他们现在不是我赶在他们上去飞 是他们争先恐后的要上去测试 上去感觉 好啊可以了 那个关门吧 是184历史上载重最大的两个人 第一次两人载重210公斤 对210公斤的总负载 那当然我有一定的评估 原来有些人也提出了很多次 要上去感受 但是我对自己有质疑 我自己心里总有个卡 我总觉得这东西千万不能出问题 这是载人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坐上去 如果把它摔伤了 摔坏了 对我来说我都睡不着觉 等我们已经飞了很多很多次 然后我们的人都是这样的感觉之后 我发现摇巴斯真的成熟 飞在飞高原 他们也不是说像我这样 赶着他们上去飞 不用赶着他们上去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非常兴奋地想上去体验 上去感受 这才是真正摇巴斯的感觉 我们想让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 太随意了 真的 你应该试试 非常好 非常好 它不是好像我们随便做一个产品 做出来 然后就飞一飞 给大家展示展示 我们是经过了大量的测试 我们团队里一百多工程师 每天都在飞它 每天都在对这个飞机进行测试 然后把各种各样不稳定的东西 进行改进 在大风天 高温 低温 各种各样的环境下 甚至在台风天的环境下 对我们的飞行器 进行了数千次的启枪测试 所以现在飞机 不管是别人坐 还是我开 我都觉得特别踏实 我认为未来 它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 非常非常安全的交通工程 184到今天为止 我希望全世界各地的 对这个行业有热爱的人 能加入到我们一行的这个 体系里来 我们希望在今年 2018年有更多的人 来做我们的经销商 我们也可以借助我们经销商的力量 在全世界各地 把我们的184飞行 展现给各种各样的人看 未来我们等到今年18年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到处去飞184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科幻片的这种东西 已经比我们非常非常近 你看到这样的产品 你就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拍的科幻片 现在是真的 那是对现在的这种预言 这种预言实现了 感谢观看